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杜鹃花已经陪我度过三年时间了 现在处于花期 它的枝头顶端已经长出花包了 再过一个月时间呢 它的枝头上面又会全新挂满花朵 我想不少人 养护的杜鹃花已经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了 很难保证养护两三年时间 我想说的是 对于这种逃出没有回报的爱好呢 我们一定要节约成本能省就省 那怎么样养护杜鹃花才能够养护三年时间呢 我想这是很多花有心里面最大的疑虑 今天我就把我养护杜鹃花的一些新的分享给大家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养护环境 我们养花无论是任何花卉都好 一定要知道因此质疑在哪个季节该做什么事情 就好比说杜鹃花 在每年春季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多晒太阳 因为光照充足 才才能够进行花牙分化 让枝条顶端多长花苞 多开花 在每年夏季就不行了 这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 因为夏季的温度很高 当每年夏季的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及时的遮阴 否则它会因为光照过强 和温度过高 很容易让植物在夏季的时候出现隔壁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空气湿度 养护任何花卉都好 一定要满足植物的生长习近 而杜鹃花呢 它对空气湿度要求比较高 当每年夏季和秋季 这两个季节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 就要往它的叶面多喷洒水物 以增加空气湿度 否则养护环境太过干燥的时候 它的叶片很容易会出现掉光 紧接着植物就出现死苗了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养分供应 在植物的生长期 春 春末 夏 秋 这三个季节呢 我们可以给它补充适当的淡肥 在植物的花期到来之后呢 一定要以林甲肥为主 这样才能够让植物多长叶片 多长新芽 多长花苞 而刚好能够弥补这个缺憾的呢 就是给它使用这种花卉通印型的控食肥 在平时给它 施肥的时候 可以给它取十几二十粒的分量 往它的花盆表面均匀的撒入 一小层就够了 这样能够快速的加快植物的花苞庞大 在植物的花期才能够如你心中所愿 养护杜鹃花呢 一定要注意好植物的生长期性 以及对光价的需求 只要注意好了这些植物 它安全度过几年时间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花量也不会减少 而且它的花量也不会减少